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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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事本来就是水到其成的事 没有才不正常 再说 男人的黄金期就是那么多年 等到刀枪入库 马放南山的时候 就算还有那个夜夜深歌的雄心 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只能想想而已 我这个做兄弟的 不帮他们一把 他们还不知道要谈多久 才能走到最美好的那一步 你说 将成到现在 还是个黄花大小伙子 会不会是因为他有别的问题 不行 我都问问 万一真的有问题的话 我把这些东西送过去 不就等于打他的脸吗 心念所致 魏无羡立马将手里的书籍和优盘一股脑 全部放回箱子里 然后脚步轻快地去床上寻找 被他随意丢弃的手机 魏英如此私密的问题 如何能问 自家这只想一出 是一出的小金珠 脑回路到底是怎么开的 就算江成真的有问题 作为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 他自然知道自己有没有问题 是什么问题 哪有什么不能说的 跟江叔叔和江姐姐不好意思说 跟我还不好意思说吗 小时候 我也是见过小成成的 比我的小鲜线还要小一点 呀 蓝湛 你说该不会是小成成没怎么长个 江成不好意思拿出来见人吧 若是真的是那样 也不知道能不能治疗 万一不能治疗 温情一辈子就完了 思想一下 天天的时候 已经做好棚门卫军开 只带军来采的准备 那个采花大盗 却始终在门口磨蹭 望花心叹 编长莫及 嗯 嗯 蓝湛 你干嘛 蓝湛坐在床边 耐着性子听了一会儿 听到小成成三个字的时候 一张剧脸差点绿了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忍无可忍 就无惜再忍 蓝湛一把夺过小金珠的手机 扔到旁边 然后栖身而上 叫人压在身下 小金珠 你满脑子都装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望花心叹 亏你想得出来 挂空档的小金珠 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 已经被人压在身下 双腿也被大大的向两边分开 蓝湛将天赋一柄的庞然大悟 缓缓推送进入 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家小金珠的表情变化 啊 够了 别再往里捅了 经过某一个点 魏无羡瞬间睁大了眼睛 他这才后知后觉的发展 蓝湛已经到达了一个可怕的深度 更可怕的是 蓝湛还在不停地往里推进 踩到花了吗 蓝湛俯身 含住小金珠的耳垂轻轻吸吮 低沉的嗓音带着致命的诱惑 啊 什么 神经大条的小金珠 哪里还记得自己刚才说过什么 被蓝湛一问 居然还露出一脸茫然的神色 还没到 蓝湛一个全力冲刺 差点将小金珠整个人撞飞出去 还没到吗 魏无羡还晕晕乎乎的 没有反应过来 蓝湛咬着他的耳朵 又问了一遍 身下一个更加猛烈的撞击 险些让小金珠的人和魂 一起飞到九霄云外 到了 到了 蓝湛你轻便 既然是花就要温柔呵护 你这个样子 什么花经得起如此的暴力碾压 蓬门卫军开 只带军来采 既然是带采 那么自然是想怎么采就怎么采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在一番埋头猛冲之后 蓝湛突然抱着魏无羡翻了个身 两个人颠倒了体位 翻身做主人的魏无羡 很快就找到了感觉 几个狂野的起落之后 就听到蓝湛发出失控的低吼声 魏无羡就喜欢看 蓝湛被他迷得神魂颠倒是失态的样子 因此腰身更加用力 蓝湛 不行啊 我得休息一下 平时习惯了躺着吃大餐的人 如今突然需要他自力更生 一开始还觉得兴致盎然 但是不一会儿的功夫 就累得没了力气 趴在蓝湛胸口一动也不想动 不想动 门都没有 小金珠 这也是帮你恢复体能的必修课之一 你自己不想动 就只能我来帮你 蓝湛碧莉惊人 拖着他起起落落都不是问题 而且起落的速度很快 几乎不给魏无羡流呼吸的间隙 蓝湛 我不行了 累死了 乖 再坚持一换 下雨给我 走 你不知道 谁管不得开 帮你 帮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